OK 哈喽 现在我们看了这个是火炮版本的车型 这个火炮其实就是一短轴的长城炮的皮卡 其实短轴长城炮我觉得 其实从越野的角度来讲 我们不管跑沙漠还是长途穿越 其实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但是它的劣势呢 就在于我们之前玩那个Y61 涂了Y61皮卡的时候 其实特别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如果两个人出游的话 然后你的行李没地放 这个其实也是会遇到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即便如果像我这样的 我把座可能需要调的比较靠后 那坐后面这狭小的空间 其实用不到了 那如果这样的车型 其实可以在后续改装的时候 在后货箱里面增加一个防尘防水 这样的一个箱子 然后来放我们的行李 其实就OK了 那其实这个车 今天还是很好玩的一个车型